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是小巴 欢迎来到阿维Mk2 在前几期视频内容中 有为大家科普过雅尔贝德这一角色 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两个姐妹 三人都由翠玉露创造 关于这两位在动画中未出场的角色 大家一直都深感好奇 毕竟其中有一位 可是被称作bug般的存在啊 那不如今天就来为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雅尔贝德三姐妹吧 首先来讲讲41位 无上之孙之一,翠玉露 种族、石脑者,别称大链金属士 在动画中,翠玉露出场的次数不多 唯一一次展露出面孔的 只有在古王带着雅尔贝德 于游历来到宝物殿后 由太子变成翠玉露 初次与大家见面 之后与黑洛黑洛存在于古王的回忆中 翠玉露的种族是石脑者 拥有于人类基本无异的身体 但头部却是张鱼形状 以及覆盖着整个头部的丑陋面容 还挂着线圈的样子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大坟墓中的拷问官美女 真不愧是异形种集合的工会啊 确实没几个外貌正常的 翠玉露是工会中的头脑派 同时也是喜爱设定的狂人 除了制作雅尔贝德三姐妹之外 还制作了工会中两成的机关 但却吃掉了大量的数据量 因此必须自掏腰包来扩充 实际上翠玉露也是个 有着丰富的传奇神话 大小知识的完美主义者 翠玉露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埃及神话传说中的存在 相传智慧之神赫尔莫斯 将包含着炼金术知识的13件话语 雕刻在一块祖母绿宝石板上 人们称这段文字为翠玉露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翠玉露对神话传说 真的非常热爱于了解 平常也给人颇有调理的印象 但如果深交的话就能发现 他其实是个个性强烈的人 还喜欢看恐怖电影 除此之外呢 翠玉露也与古王交情较好 曾经在工会成员讨论 谁来当会长比较好的时候 还使用付费道具撕紧说 工会长非古王不可 古王在一世界旅行时 也会经常回想起 翠玉露给他科普的神话故事 并感叹如果他在身边就好了 在工会中 翠玉露属于头脑派的一员 虽然是和古王一样 都是重度科技玩家 但若单纯对比攻击力的话 他是比古王还强的魔法音畅重 不过相比于战斗 翠玉露更喜欢构建设定 从一二倍得大量的设定来看 可以了解 他是一位十分严重的设定狂魔 在之前也讲过 因为其鬼完美主义 与偏执狂的性格 导致他的设定吃掉了工会中的 大量数据库 造成了其他成员 无法自由设计而引发抱怨 为此他亲自套腰包 来进行扩充数据量 另外大坟墓的宝物库 大门上的暗语 就是由他设计的 是关于古代埃及炼金术语的 相关内容 从他给亚尔贝德罗列的 一大堆设定后面 最后写着 是个bitch可以看出 崔玉露对反常盟 也是有着独特的执着 聊完了崔玉露 再来说说他最得意的作品 也就是他亲自设计的三姐妹了 大姐尼古雷德 二姐雅尔贝德 三妹卢贝多 据了解 这三姐妹的名字 似乎也与炼金术有关的 其中三姐妹每一位 都代表了崔玉露的性虚爱好 大姐尼古雷德 被设定为身高170厘米的 女性高级NPC 也是纳萨利克地下 大坟墓的情报收集馆 尼古雷德是崔玉露 基于对恐怖片的喜好 所创造出来的角色 第一次出场 是在小说第三卷中 因夏提亚的叛变事件 而接受国王的命令 寻找并监视夏提亚 小说中对于尼古雷德的外貌描写 形容得非常诡异与恐怖 原文是这样的 她的脸没有皮肤 是一张肌肉外露的脸 没有嘴唇 只有像珍珠般美丽的牙齿 没有眼皮 只有闪闪发脸的眼睛 但看牙齿和眼睛都相当美 整体看起来只会觉得恶心 因为没有皮肤 所以难以判断她的表情 不过脸上还有肌肉 因此可以推走出来 那应该是在笑 不能看出这张脸是得有多烈奇啊 放到现在绝对是行走的恐怖片 也正是因为尼古雷德的外表 太过于惊悚 在刚开始崔玉露给工会的大家展示时 直接把全员吓出尖叫 甚至还发生了全员拔束武器 直接向她攻击的事件 在小说中 因为需要找到叛变的夏提亚 古王与雅尔贝德一同前往大姐的住处 在抵达之前 古王还找雅尔贝德确认了一遍人偶 他们手里拿着的是一具婴儿熊杖的人偶 来到尼古雷德的房间 据书中描写 从门中会传来 由数十道数百道的哭喊声 合而为一后的婴儿哭泣声音 但是房间内并没有任何婴儿 也没有摆放家具 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有一个摇篮 有个女人轻轻摇着摇篮 即使暗自她们进入房间 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依然默默不语 在原文 古王与雅尔贝德对于尼古雷德这种行为 并没有表现得很惊讶 相反 他们显得更加习以为常 本在摇摇篮的尼古雷德突然爆发出呐喊 一边吼着 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 一边握着一把大剪刀朝二人冲过来 但遇到这种情况 只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人偶 递给尼古雷德就好 一旦拿到人偶后 他就会安静下来 编得稳重 可以沟通 于刚才的狂躁状态 简直怕弱两人 也就是说 翠玉露相当于给他加了个练英屁的设定 尼古雷德身处的第五层冰结牢狱中 也存在着翠玉露花了大价钱打造的恐怖房间 古王在见识到那需要花费无数的金钱 自动刷惊悚系怪物的系统后 不禁感叹到 翠玉露是个愿为兴趣 毫不吝啬金钱的人 同时尼古雷德是特化情报收集能力法师 拥有对个人的完全监视能力 处于中理状态的夏提亚便是被这个能力找到位置的 不过动画中并没有向大家介绍这个人物 可能是因为尼古雷德长得太惊悚了 制作组怕把大家给吓到吧 另外在第六卷《王国好汉》篇中 负责全程监视飞飞鱼 雅达巴奥决斗战场的一举一动 后因与狗头女仆两人极力保全 迪米乌格斯从王都抓来的人类幼童 而遭到禁闭处罚 第十卷《谋留的统治者》篇中 古王解除了二人的禁闭 并赋予其协助运营 某岛国孤儿院的职责 接下来是二妹雅尔贝德 在动画第一集我们就能看见 崔玉露给他列的好几页以上的设定 原小说是这样描述的 简直就像史诗集剧作 仔细阅读的话应该会一直看到营运结束吧 同时还有最后一条 让古王汉言的Beach设定 不过这最后一条被古王抱着 反正是最后了的心态 将其更改为至今爱着飞蜀 导致在穿越后 直接让雅尔贝德按照这种设定 做出更多令古王哑然的行为举止 虽然他有向雅尔贝德说明 是自己擅自更改了设定 但是雅尔贝德依然表示十分感激 同时认为工会本身不重要 对出古王以外的其他无上之尊们 认为他们是抛弃工会的存在 并对此感到不满 与尼古雷德的形象相反 拥有一头黑色长发 身穿纯白礼服 胸口散落网状项链的雅尔贝德 是名副骑士的美女 头顶向内侧卷曲的山羊状鸡脚 将他的笑容显得更加神秘 雅尔贝德是纳萨利克地下 大坟墓的守护者总管 在军事层面之外 拥有完美管理纳萨利克事物的才能 关于具体能力数值 前几期视频中也有具体讲过 在此就不多做说明了 所以路曾私下给予了他世界级道具 地狱深渊 以及神器级铠甲 荷尔梅斯特里斯美级斯特斯 这些道具配合雅尔贝德的属性 能将他的优点最大化 其作用上甚至能够抵御超位魔法 关于这点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 这里不再做详细描述 最后最小的三昧卢贝德的制作方法 与前两位完全不同 是翠玉露制作的三姐妹中 最具神秘性 也最值得一提的 大坟墓中最强单体NPC 他是翠玉露完美主义者 这一面所体现出来的角色 关于卢贝德的制作方法 实在是太具争议了 有很多粉丝认为是卡巴格卡出来的 但其实小说内容并没有明确指出 其实我们可以从翠玉露的职业来看 作为炼金属师 他所创造出来的三姐妹的名字就很有意思 尼古雷德 雅尔贝德 以及卢贝德 分别代表着将裂等金属 转化成黄金石的三个阶段 尼古雷德代表黑化 个性化 不纯物的燃烧 雅尔贝德代表白化 精神的进化和启发 卢贝德则是赤化 一为神人合一 有限与无限的合一 而这三种状态的颜色 则分别对应大姐与二姐的服饰 所以按照这样推测 卢贝德的形象极可能有红色元素 而且大姐称呼卢贝德时 用的是斯比尼尔这一名字 尖金石 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美丽而稀少的红色宝石 大姐将三妹喊作尖金石 可能卢贝德外表会是个红音造型美女 这种稀有的物质 也极有可能是消耗型世界级道具 热智石 这种道具可以用来制作武器道具 格雷姆等 不过具体如何得到的 还得看完山怎么说 关于卢贝德的战力 已经有很多科普内容 说她是大坟墓最强个体 确实如此 单论肉搏 卢贝德可以凌驾在塞巴斯 科塞特斯与亚尔贝德之上 全副武装的古王未必也是她的对手 就连综合实力最强的夏提亚 也要在她之下 根据完山的推文介绍 她对比世界冠军塔吉米的强度 相当于夏提亚对古王的强度 因为克制关系 就连工会中最强的塔吉米 也无法战胜她 但这并不意味着 完全没有方法可以打败她 如果带上一堆世界级道具 再加上大坟墓第八层的那些 也是可以击败她的 但就各种意义上来说 卢贝德都是一个神秘且危险的存在 因此她也受到古王的警戒 虽然她与其他两名姐妹 同为翠玉露所创造 但大姐尼古雷德 甚至对她感到忌惮 不仅将之灭称为斯比尼尔 并向雅尔贝德警告本质与她认完全不同的她 必会对纳萨利克带来巨大的灾害与危险 毕竟尼古雷德有个人监视能力 而卢贝德又是自己妹妹 不但想象 大姐应该是很了解卢贝德 才会得此结论 与大姐相反 雅尔贝德却十分信任卢贝德 还称她为可爱的妹妹 还将她编进自己的至尊秘密搜索队 不过大家最感兴趣的 还是卢贝德的外形了 关于这一点元素中 古王曾在见过大姐尼古雷德后 对雅尔贝德说过 真的是你的姐姐 和你很像呢 不过若是按这种形容 鲁贝多大概也会和雅尔贝德长得差不多吧 其实每个角色都是创造着的镜子 崔玉露这样强烈的个性 与广泛的知识兴趣爱好 恰好在这三姐妹身上分别体现 无论是在工会成立时 暗中分析劝说古王担任会长 还是在游戏中向古王科普神话知识 都能说明崔玉露 如果能与古王一同穿越的话 无疑能以朋友的身份 给予古王更多更舒心的建议 古王也不至于天天费尽心思 和空气斗知斗勇了 好了 那么关于Overload中 雅尔贝德三姐妹与崔玉露 就介绍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八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剧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